武汉肺炎的疫情在欧美持续升温 指挥中心24号公布 西班牙某大学牙医系的台湾留学生 群续感染在扩大 目前同校同系总共有4人确诊 最新的案213是二年级的20多岁男性 15号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24号确诊 值得一提的是 这名男大生回台的时候 他还刚刚好跟日前13人确诊的 土耳其旅行团搭同一个班级 前往风光明媚的西班牙留学 却逃不过武汉肺炎疫情威胁 同校同系确诊个案再添一人 一个牙医学系的同一年级的啦 就是二年级 一块回溯这起西班牙留学生群聚感染 最初确诊的案58 20多岁女性13号返国15号确诊 接着案64被部20多岁男性 14号发病16号确诊 两人还传出曾和同学 共有疫情严重的意大利 第三位案8016号发病18号确诊 至于新公布的案213 市民二年级男大生 15号发烧24号确诊 四个人当中有三名二年级 一名五年级 他们都是就读同校的牙医系 而案213可能的感染源 指挥中心怀疑 也许有这个途径 跟有一级土耳其团也是同班机 对对对所以它本来就被列为居家隔离 就在案213飞回台湾的时候 刚好与爆发13名团员确诊的土耳其旅游团 同班飞机入境后裁剪就验出阳性反应 尽管厘清感染源头可能有难度 但目前指挥中心也针对反国的台湾学生 持续裁剪 生怕群聚感染再扩大 就等后续一调追踪 记者陈一如蔡玉如台北报道